- 先開你們的 - 應該你們是... - 如果有都要的話可以先開一下 - 好的話就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玉玉 然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就是這個... -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就是這個 DPIP 災害與天氣地震書報 -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提出的一個想法 - 就是希望台灣... - 因為台灣是一個算是災害蠻多的地方 -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有一款APP - 把所有防災相關的訊息整合在一起 - 然後我們最主要的強項是在地震 - 就像上面看到這些點 - 它是即時測彈 - 就是我們自己去布的 - 對這樣子 - 然後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- 我們沒有一個合適的引力模式 - 去讓這個專案繼續維持下去 - 然後第二個是... - 第二個是資料來源 - 就是... - 因為現在氣象署他們的天氣資料 - 自動站的話是每一個小時才更新一次 - 但是台灣因為地形起伏很大 - 所以說這一個小時很顯然就是不夠用 - 對於那種午後生成的... - 突然間生成的對流雨炮的話 - 是沒有辦法可以預測到的 - 所以很常就是會被民眾投訴說不準 -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正在思考要怎麼解決的問題 - 因為天氣的預測比較複雜 -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自己處理這件事情 - 然後第三個是技術問題 - 因為... - 地震發生的時候民眾就會去把App點開 - 如果App點開的時候會需要初始的話去載入很多資料 - 那個突發的請求量很高 - 很常就導致我們的伺服器不穩 - 然後我們已經用... - 異地的多火備員加上Load Blades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-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- 再來第二個就是因為用戶數量很多 - 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- 通常是5秒內要發至少60萬個用戶 - 目前用的是Firebase - 但是Firebase如果針對Toptic去廣播的話 - 延遲通常會到1分鐘至2分鐘以上 -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針對Token一個一個去推播 -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- 如果用Toptic的話它最小只能切分到鄉鎮 - 我們就不能對特定區域 - 像是驗色湖 - 山上驗色湖通常是一個多邊形區域 - 對 這樣子 - 謝謝大家 - 還有一分鐘 - 還有一分鐘 - 還有一分鐘 - 那如果 - 然後 - 這個東西是用Flutter寫的 - 對 但是 - 我們就是 - 因為Flutter這個東西 - 我們還沒有碰很多 - 所以說 - 遇到蠻多的問題 - 那如果有這方面有經驗的人 - 也可以來幫我們 - 對 這裡開了很多issue - 然後也可以幫我們一起解決問題 - 對 - 在網路上面搜尋EXPTCHTW - 這是我們的Github - 也不只有這個project - 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- 對 我們做跨平台的 - 所以不只是手機 - 然後包含是電腦版的 - 也有做 - 對 - 3 2 1 - 好 - 好 - 好 - 感謝 - 謝謝 - 好 - 愚蠻多的 - 愚蠻多的 - 愚蠻多的